非常謝謝你主委 第一早會議 已經是一年前有著作風等的情況 但平時並沒有規律的流氧道路 那他這次來曾經 就是主書他說 還聽胸口音樂的悶痛三天了 原本以為是疲累 想說多多休息就會好了 大家會覺得這個胸口悶痛 越來越痛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而且疼痛的頻率有越來越長的發生 而且這個痛會痛到 然後他的頸部還有他的背部 然後全身會覺得住不上很奇怪 那偶爾會覺得喘不過氣的感覺 所以他就是帶來這些疑問 然後來整天來著落 那因為當時就是有 徐然來他的一個過去的一個病齒 然後搭配他一個鬆動的情況 所以馬上也快幫他做一個心電圖 那心電圖顯示有一個 下地心肌梗塞的一個情況 所以趕快建議他轉急診來就診 那所以他也是後續趕快來了 急診來就醫 那急診這邊趕快幫他做了一個 休學發現他確實是有一個 心肌少數升高的情況 那後續推動的心電圖 也是明顯的顯示說 他有一個心肌梗塞的情況 塞的情況之下 趕快給他做心肌梗的檢查 那就是心肌梗檢查中有發現這個 這個冠狀動脈的右側的冠狀動脈 就百分之百阻塞的情況 那左側的分支呢 則是有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這個不等的一個 這個阻塞的情形 所以在這樣子很危機的情況下 趕快給予這個氣球擴張數 以及幫支支架 讓已經阻塞的血流趕快速通 才能讓這個理性婦人突然險境 好 那其實身為人家一個醫師 那我們其實面對各式各樣的病人 來抱怨這胸痛 來診間許會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靈魂事 其實我是想要分大家就是 想說我們胸痛有很多種 那究竟你這個病人 到底屬於哪一種胸痛呢 其實胸痛可以出越分為三大種 第一個就是咬層胸部一起的疼痛 那它主要是在這個肌肉骨骼 跟皮膚的病造所一起的疼痛 通常會有這個局部的壓痛感 那常見的就是我們我們的 肌肉拉傷或是一個肋軟骨的發炎 這陣子在一些年長者 或是一些免疫不群的病人 可能會出現的太陽炮疹 所以一起的疼痛 那太陽炮疹 它就是有一種神經性的疼痛 那也可能會出現一個小血泡的 一個形成 那第二大部分是要講到的是 深層降氣所影響的疼痛 那這邊主要是 編分成由心臟血管的問題 所影響的疼痛 包含了這個心肌痛 心肌梗塞跟主動在玻璃等等 都會引起胸痛 那心肌梗塞跟心肌梗 它主要的是在我們的前胸 所影響的疼痛為大眾 那它有時候疼痛還是會 延伸到我們的脖子下巴 骨刺的肩膀還有左上臂 甚至上腹的一個疼痛 有時候會延伸到後背的疼痛 都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就想說 會不會是有可能是被葬的問題 那這時候我就問他說 是不是最近有沒有咳嗽有沒有痰 有沒有感冒發燒等等 來做個淋清 那當然如果是被葬問題 我們就給他再另外多做個X光這樣子 那這段問題當然 如果是個肺炎氣胸啊 或甚至是肺癌 當然也會引發胸痛的人 另外一個非常常見的是 常規的問題 也是會引起胸痛 比如說會遲到地瘤 會退痒 遲到臉等等 也是這樣常見引起我們這個胸痛 有這種會熟心的感覺 也是病人常常發現 因為這個肺炎來遭遇 第三大類的話 就是要談到這個精神壓力 緊張焦慮的情緒 這樣的情緒也會引起胸痛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 不管是所有的年輕人啊 還是重大別人 其實他現在的公共價值都還蠻大的 有時候甚至可以加班等等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時間去多做其他的運動 然後把它這時候都處於一個很飄壓緊張的環境下 這樣的情緒也會引起我們的胸痛很痛 就是有這麼多種胸痛的形式 那其實啊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我們的年長者 甚至是一些麻辣病的病患的胸痛啊 那其實他常常只有出現部分的一些相關症狀啊 比如說他跟你說 我只有全身累累的 說不上什麼 就是好奇怪的感覺 然後會覺得好像傳播起來 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子的情況出現的話 其實還是要儘早來就醫啦 那以免是因為一些比較疾症啊 那比如說他或許是已經有一個 心絞痛心肌冷帶的一個情況 那這時候其實也是千萬不能再脫衣 要趕快來就醫 那以免休息的添加治療的手機 那心肌冷栽的死因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公益心臟的冠狀動脈 他會隨著我們的年輕增長 20秒的一個這個血管幣的彈性 越來越彈性 越來越的顯色 那再加上我們有一個高血壓 像糖尿病高血脂液慢性疾病 或是再加上我們比較不好的這個環境子 比如說抽菸少於不動 肥胖等等因素 都會導致我們的脂肪斑塊容易堆積 那當他危機在就是我們的這個動脈上 就會引起我們這個動脈症狀 運化環塊的形成 那當這個環塊隨時都可能會破裂 那當這個環塊破裂的時候 就會引發這個血痠的形成 那如果是把我們的這個 環境負賣完全這個阻斷的話 完全塞住 讓後面的這個心肌都缺涼的話 其實就會造成我們這個身體的災 好 那他的症狀就是 我們前胸會有一大部分 用一個胸痛 還會溫到我們的脂肪啦 肌膀 或是陪伏等等 那他常常是 可能是沒有辦法 進入休息而完結的 而且會持續20%到3000中以上 那會有什麼但隨時相關的症狀 比如說呼吸困難 然後冒冷 冒暈等等 那嚴重的時候 也會導致我們的 吸引性的修課啊 心臟衰竭 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其實心肌梗塞 但是我們心臟血管中最危機 最需要處理的一個執政 那這個心肌梗塞的危險的因子 有哪一些呢 他的危險族群是 號發在這個年長症 然後三高的族群 有高血癢 高血糖跟高血脂 還有一些很受菸 家族中有心臟疾病的一個族群 所以 那我們知道這些危險因子 我們平時就要好好的去做一個控制 那 我們平時該如何去做控制 是呢 那我們發現 維持我們的血壓 在140 90以下 那糖若有何病 有何病 腎臟病的患者 應該要控制在130 80 以下 那另外 那糖若有何病 這個糖若病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要好好 這個控制糖化血脂 需要在7.0 以下 以及 若有何病的患者 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 連同奶酷權在160以內 那KB論奶酷權 是將在70以內為目標 以及維持一個良好的一個 這個體重 那我們控制DMI 在一個標準指上的埋執內 是實在可以留到2.4之間 好 如果有抽的抗檢微 就是會講 建議一定要趕快戒煙 那平時老健的就是 我們平時 要飲食 吃蛋 少煙 少油 其他有分率的運動 要正常做洗 不要熬夜 好 一定要戒煙 戒酌 好 那7個賽其實不只是 我們冬天會出現的疾病 其實他的夏天 正在台南 是慢慢熱的一個環境中 慢慢高溫 這個悶熱環境中 也是有可能會用它 這個心血管疾病的一個民眾 才稍多注意 那如果我們有心血管疾病的民眾 我們第一個 當然是要減少在悶熱環境中 來 因為這個過熱的環境中 其實會讓我們體溫上升 要心跳加快 其實也會造成 你的心臟的一個負擔 那其實有過度的水分 經由體溶散池 那糖度沒有好去補充 我們電解質跟水分的話 其實很容易造成一個脫水的情況 那其實一種脫度 往上增加的話 其實會增加我們的血酸 形成的一個風險 所以在以後也有可能會導致我們 十一等災的機會都再增高 所以其實十一等災不只是 我們冬天會出現的疾病 我們下個月也是要好好去多注意 那平時有心血管疾病的民眾 也是要 除了要控好控制這個微型之外 也是要帶這個溫熱環境中 也是要帶許多多注意這些的情況 另外就是 其實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如果已經有這個慢性疾病的一個病原 那平時要養成規律 這個服用藥物的好示範 然後盡量用運動 然後飲食和過期的一個正常 那當有發現身體 有任何不適的情況 也要盡早修醫 以免挫折了肚子肛靜治療 可以有最大的時間 謝謝 那我現在知道一個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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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